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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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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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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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看的不是很清楚 现在流行的余踩的 啊 太深了 我断下来之后 打一转换 稍微控制一下 又被断下来 这个传球隐蔽性还是不够强 这球居然没有投进 北大的后路 有点紧张 传球的速度很慢 而且一点也不隐蔽 非常明确 我就要传给中锋 那么旁边就很容易被对手判断出来 欧贝钦咖啡因洗发录 德国护发科技 本赛季的C边联赛 由德国护发科技 欧贝钦咖啡因洗发录 为您特别呈现 年轻球员的发球运动的这些骗子 一罚都丢 两罚不重 帮手强度看 北大这边还是不够 应该是肯定的 过出来 防凸过防的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位置都对了 没看表 好的 我之前一下是有偷懒 但是没碰框 对 这样的话 北大一个成功的24秒防守 说一开场之后 北大的这些小伙子们表现得不错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真的不错 好机会 哎呦 嗯 矮个抢了矮个 内线篮板 刚刚是郭凯的一次投篮 这就是郭凯 厉害 郭凯是来自广东队的 但是 是重新又回到了他大学时候的这个校队 这明显是不一样 代表北大来打 篮底扎得住啊 对 场上这五个北大球员 郭凯明显是很突出的 这些球员的这些球员呢 从大学出来之后 能够回到这个全民兴赛的赛场上代表自己的母校出战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别说 对 你会这样刮 introduced 很轻松的 防守还是有问题 给对手留的这个通道比较多 我们流出来之后呢 又并不是个陷阱 高师爷 高师爷应该今天这个赛季打得相当不错 这是吉林的一名球员 换人很快 立马换了四个 因为之前已经换上了来自北京的塔瑞克 这样的话等于五个鲜花都被换 这个就是要让所有的球员都上了比赛 基本上被换下去之后 也就这场比赛不会再上来 北大的这个这应该是个大中风 这个身材偏胖 但应该是个灵活的胖子 15号万圣伟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他的表现 上来就要求 打打塔瑞克 对 来看一下 出球还可以 漂亮 但是很显然 我觉得他的这个体重在篮下 篮下是扎得住 但是可能力量不是特别好的 新闻率换上这几个替补 感觉这个默契度会更强 因为这些替补在联赛中的出场时间都不是非常多 对 虽然像塔瑞克这些球员在北京队也是能打到一些球 但毕竟是替补中的替补了 而且况且这些大学球队他们互相之间有配合 不错啊 对 能在北大与在零席之地 这个体型他脚下一定有活 对 包括手上活手是非常不错的 但这种球员说实话他的上升空间是不大的 对 因为进入联赛 他这个身高去到的篮底的话会吃亏 他现在能够这样打下去其实是靠他的体重 对 但是如果你在CBA还是这个身形的话 就是这个体重的话那是不行的 对 对 他这个位置可能就是 哎呦 那你如果减了肥之后你最大的优势就没有了 你看这样子也挺难的 减肥也挺难的 他应该是就是这个不会刻意控制 因为现在来讲他这 这个身材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 打发是这个人带 哎很聪明啊 接完球以后选位是卡一步 球伤不敌 这次的两次挑战TCL产品以次能诺计 学者知道TCL作为最终化的次能产品 制造行业 全力36年来始终坚持实业 不外消息 实际用不得以好生活的向往 用消息机身拿到10亿牌产品 用次能产品预得消费所的盛来 到世界看到大国女排第10亿 今天就能说过来 所交为主单之商 及新年也在刚刚的客户外 TCL经牌给大家带来 TCL赤顺第10亿活动 上阶线的大阶线 给大家带来新美的予品 本来就是中央大师 这个金牌 produces sagt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天会来先发球 新锐打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但是感觉北大进攻持续性还是不错 进入轮转之后 似乎北大队今天更强 应该说这个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一开场之后 我们看到北大队比我们想象的表现好得多 首先对于这些西杯的职业球员来讲 不示弱 这个就很难得 哎呦 伟利了 对啊 伟利了 上方的分呢都有一些低啊 好的 狼徽 狼徽 不单打 不单打 对 哎呦 又来了哦 单打塔瑞克 嗯 这个不明智了 边上都是人了 从快攻的节奏跟速度来看呢 北方新人的确要比大学 北大呢更为有调理性 而且速度更快 但阵地进攻似乎北大内心也不差 对 而且总体来感觉 北大的这支队他们还是带着套路来的 嗯 的确 在一起 不管你大几吧 至少有一年了啊 对 如果大二大三呢可能有两到三年了 所以如果CBA这个北新锐的话 想要赢球 那么可能他们这个互相之间的配合 要加强一下 那么在进攻上可以选择更多的车空单打 可能对他们来讲效果会更好一点 哎呦 好硬 好球 嗯 很有信心 尤其回到之前的母队 感觉 这个 气都出来了啊 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对 这种节奏感应该说大学篮球很难打得出 非常漂亮 没有位子了 打反篮 啊 啊 啊 漂亮 已经有两个这种传奇配合了 嗯 这方面的传球是比较缺的啊 这方面的传球是比较缺的啊 擋拆单干 这方面的传球是比较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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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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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镜头外发生什么 开完球就失误了 北大再换人 嗯 郭凯换下 换上 13号 赵百青 这是大学技术 就是说 它能力没问题 就是应用上还是有些清缺火候 后面及时的跟进 哎呦 转身快啊 哎呦 这球差一点打进 啊 普兰也是卫国 这球如果要是能补进的话 那么22比22这场比赛 这一节比赛还真有的看 嗯 北大的教练也是这个 非常开心啊 对 能看到自己的弟子 在跟职业球员打成这样的话 这个已经是成功了 嗯 最后的半分钟 双方各一次进攻的机会 这场这一节比赛 胜负还真的不好说 三分球 抢到篮板球 北大队哎呀 不要那么快传啊 我看看 大家看看第二节吧 第二节感觉南区的先发挥更强 对 清华的阵容怎么样啊 好 好 好 比赛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节是北兴瑞对北京大 北京大学 然后第二节是南兴瑞对清华 第三节是北兴瑞对清华 第四节是南兴瑞对北大 他是赞打 嗯 赞打塔瑞克 穿插跟进 是给了什么 脚球 但进攻时间也是没了 对 9.5秒 9.5秒 看北大这一防能不能防得住 如果能防得住的话 23比2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但是 嗯 北方新任这几个目前这几个场上的空位 要个人能力去解决 还是有些困难 对 这会儿王志志叫了个暂停 这不能输啊 没事 反正四节了 嗯 看在南区新任会不会抓点分 看在南区新任会不会抓点分 今天参加比赛的南北方明星队 但是很多都是之前也是新任赛队打出来 整体的是一个西边新任队和北大清华联队的一个对抗 看可能打成了 王导的战术 哦 还是往内线切 两分打进 好的 至少在这一截里面 呃 北方星锐队没有落后 24比23 嗯 星锐队暂时领先1分 10分钟 4分钟 1分钟 k 5分钟